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第35届中国围棋天园战的挑战者决定战 我是王瑞 今天很高兴来到演播室 我们邀请到了彭全老师 和我们一起共同关注天园战决赛之前最重要的一盘棋 就是决定谁向现任天园杨颖心九段挑战 那么闯入决定战的两位棋手 也是在昨天刚刚获胜的 孤子豪和李清成 那么今天这两位棋手 正好也是同龄人 是吧 交锋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这个今天比赛的所在地 也是位于江苏同里的 同里这个文化院 是吧 天园文化院 我们看到这个两位选手 左边的应该是小姑 谢谢观众谷子豪 右边的是李清成 昨天 快区冠军他拿的比慢区冠军多多了 是的 所以他下棋的话时间对他说好像没什么意义 我们刚才从画面就能看出来 就是这么短短的这个一分钟时间 我们就看到这个李清成好像是也是落子如飞 那么比赛比赛现在还在激烈的进行中 我们也是和彭权老师一起先进入棋局 一边看齐一边聊 今天也是非常荣幸 我们都会是再次来到天然频道 天然围棋 然后和这个锐姐 一起又给大家带来这个 应该是最传统的一个中国的比赛 是的 天然赛也是这个你看现在35届了 应该是我们最悠久的一项这种头衔战了 写封棋战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一年一届 然后你往前倒退35年吧 对吧 很容易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一个非常历史悠久 对对对有底蕴的 传统的赛事 而且呢拿到天然的棋手 或者说连霸天然的棋手 好像都开启了一个不错的时代 没错 前面的包括我们前面的长河 长歌 还有就是顾丽 还有就是我们的陈瑶夜 陈瑶夜对陈瑶夜是这个连霸时间最长的 对这几位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世界冠军 后面也是在国内国际赛场上 也是那个所向披靡 所以说那个天然赛其实是一个 所有的棋手们的一个必争的一个冠军 是的这个含金量很高 非常非常高 而且呢这个赛制呢也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赛制 我再次给请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为什么叫挑战者决定战呢 因为天然赛你拿到冠军之后 就是说第二届的话呢 作为头先的保有者 你就是相当于坐二望一 你站在决赛的舞台上 等待着30多位甚至60多位棋手 单淘汰 这个逐轮的这样厮杀一轮就过去 然后出现一个挑战者 然后再跟这个上一届的天然下一个三番棋 虽然说这个赛制 很多现在其实视野比赛可能都不太采用 但是不管怎么样的这样一个传统的模式 常常的赛制 也是我觉得得到了就是更多的 就是棋手们的一种重视 其实拿天然某种程度 比拿世界冠军可能难度都不弱 是因为我们现在中国棋手这个厚度 大家都是惊惊乐道的 非常的强大 所以你在中国国内的赛事能够杀出重围 其实已经代表你具有这个争夺世界冠军的实力 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会看到昨天其实最大的两个热门 那个柯杰跟那个商界冠军联校 是 纷纷在四进二的这个比赛中 纷纷败北 对落马了 那么应该说这几位棋手吧 不管是孤子豪李清城 包括现在的在位天元杨领心 都是非常具有实力的选手 对吧 好 我们来 董老师要不然我们还是先进入棋局 对我们来看一看 经过拆线之后 应该今天是小郭古子豪的黑棋 李清城是白棋 我们前面也说了 这个李清城啊 他的最大的特色就是快 绝对的快枪手 对他拿到过亚洲杯的会计赛的冠军 世界冠军 也多次拿到过国内各项那个快棋杯赛的冠军 曼棋我的印象中 就是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他似乎好像没有拿冠军 好像是的 拿的全部是快局冠军 因为说实话像这样 天元赛美方两个多小时或三 接近三个小时的用时的一个比赛 对于李清城来说 有越微有点吃亏 因为他一盘棋大概就用一个小时 那剩下两个小时都别人白想了 给别人用了吗 等于说 是的 所以说如果下美方30秒 或者是一点点保留时间的棋 他就如意得水 反正反正我用不完那个时间 那么古子豪呢 其实应该说下棋速度也不能算慢 是吧 也不是常考派的 但是说和李清城相比 他的节奏要稍微的平稳一些 毕竟李清城也是 是继我们这个著名的 我们旗舰的这个 我上一辈的快枪快刀 我们的罗老师 罗雪盒之后 应该说是那个中国最著名的 最出名的一个 又是一个快枪手 对 所以说他的速度 好像似乎都不比我们罗老师慢 我觉得可能要更是 好像只坏不慢 从这个速度上来讲 对对我们只讲速度 不讲棋的输赢 然后今天我们来看到的话 下完之后也是下了一个 搓小木的手脚 然后高挂 高挂的话其实 我看了最近在一些比赛中 也是又频繁的出现了 对是 我的理解是就是高挂的话 他可以规避 请我们注意 他规避一些就是 你低挂的时候 他可能会担心的一些加击 因为我相信如果是低挂 只是尖的话 说实话低挂 那肯定是不会高挂差的 当然这里的话 有一个问题就是 请我们要注意 他可能会担心对方的 特别是这个二连低加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不费压的话 这个形状会被攻击 如果你费压的话 肯定立马就会遭到 对方的一个冲断 对 那冲断之后呢 请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战斗 说实话 反正我是现在已经搞不清楚 具体的一个情况了 这个战斗太浮复 对 但是呢 其实我们要注意一点 他 右上的一个配合 就是首先 别人是黑旗先出手 多一个字 二的话呢 这个手脚是可以说是一个 绝佳或者完美的位置 就是说没有比这个手脚可能再好的位置了 因为你如果是一个黑白电脑 是个新位的话 你至少这里以后有一个挂脚嘛 下面战斗完之后 你不是很担忧 下面黑旗 就是冲断这一方 形成一些外事 但是这个手脚就不同了 不单是屏蔽了 你从右边这样一些打进来的手段 关键是这个二肩跳的话 也是一旦启示的话 一个绝好点 也就是这里 其实我们要注意的是 我个人的建议是 如果他下这个二肩跳 或是单关跳的时候呢 小飞挂 你跟一些特别厉害的高手下棋的时候 要小心一点 因为你小飞挂的话 对方八成会反家 对对对 如果这个地方是一个大飞手脚 或者是五油脚的话 那他加击的概率可能会偏低一点 特别是五油脚 我估计你挂他可能就接一个算了 因为这个地方还是差了挺多的去 因为未来这个模样 轻销的时候 如果是五油脚 这个地方尖冲黑的形状很差 但现在如果是二肩跳的话 很明确的是你 我觉得低挂基本上不太可能 黑的正常的普通的硬 它基本上可能要加 所以这个定时的选择 一定是和它四个脚配合 是相关的 对对对 为什么这么说 一这样高挂之后呢 其实我们会看到 简单的脱退之后 这样现在的话 现在围棋基板这里 也算是个标配定式了 就是黑的面对高挂 基板也是脱 是这个是最传统的定式 但是呢现在也是比较受AI推崇的 对 但这样一个定式出现之后呢 轻销看其实可以说 我觉得虽然只有十几步起 就双方其实都可以说是可以接受 白旗的角度呢 虽然这个右下角 轻销看到呢 损失了一点实地 但是它简单的第二拆穿之后呢 它限制了 黑旗右上的那个二肩跳的 这个手脚的发展 而且呢 很明显的是 未来从外面逼 或者从这边拆就这个 二连跳手脚 其实我们都知道 其实叫下盘不稳 以后就是实控的角度 很容易被这个位置 在这个发脚的这个位置 点入进行那个破控 这个脚还是比较空虚的 对对对 所以说呢 也就是说我右下损了点实控呢 我以后可能会能在右上找回来 作为白旗的角度 而且能打掉你的大模样 下出一个比较平稳的态势 所以白的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作为黑旗来说呢 本身你高挂它脱退 这个定式现在好像黑的是可以接受的 是 黑旗 这个面对高挂的时候 好像AI是比较推荐 直接就脱退 又简单又好又实用 对 而且脱退 其实我们也很好记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布局 好像我发现就会频繁的 经常的会出现 也就是说 双方都能够接受 没错 黑白双方觉得都没有什么不满意的 然后就继续的我们推进 然后下部棋又是我觉得 这个典型的AI下方 对 从布局的角度上来说 又是审美疲劳的下方 我相信 其我们说 可以 那个大声的来说 对吧 其实说实话 你这个事业冠军 或者什么 孤子豪也好 李清晨也好 特别是这部黑旗 我觉得其我们可以大声的说 其实我也会 对吧 不仅是这部 点三三吧 你看开局到现在 这第十三首 我觉得我觉得我们来观看的旗友 应该都说我也会 是吧 前世三首都没问题 这个我就是调侃一下 其实就是现在的很多的布局 是比较趋同的 而且我经常比如说去做一些活动 或者是直接讲解的时候 或者跟一些旗友互动的时候 我经常说 比如说我会手机给他们拍个照 那个鼓励一下旗友们 我就说 我说我当我没有发出去 我说像你们这种前三十部 如果发朋友圈的话 我就说是那个比如说 那个柯杰对深圳序的 我说也有人 大家都信的 因为你们下的真的很标准 像这样的 标准动作 像这样的 其实说实话 你顾子豪对李星成 或者是柯杰对深圳序 就是你完全看不出是 现在双方的一些思路和风格 就完全是一个现在标准的下法 是 但我们反过来说 虽然这些旗谱呢 看着是相近的 但是他背后 就同样的招法 其实高手他能够下出这部棋 他其实是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就是说他可能后续 他后续一定有他的布局思路 和他想要表达的一些内涵 但是我们只说这几步的话 真的 我其实这里我也有点感觉 就是为什么 现在有时候你去看比赛的时候 特别在布局的时候 大家会感觉 越威的有点审美疲劳 就是你 就千篇一律嘛 断得在雷同 千篇一律嘛 其实要不就是欣慰 要不就是点三三 要不就是二斤这个手脚嘛 要不就是这种脱退 就是 千篇一律 说到这个我倒想起来了 彭杰老师在 这一届铁人赛场 其实也是出场的 而且呢 这个 我觉得你好像也是有这么一两年时间 没有参加正式的比赛了 我有一年多 一年多 就是一行之后一年 一年以上的时间 这些我也是主动的报名参赛的 而且这个一出场不得了啊 因为我们知道剧盘棋 彭老师第一步棋下在了天元位置上 我就是来给大家说实话 我下天元就是为了给大家摆个造型 然后一呢 自己感觉自己很帅 你知道吧 二的话呢 说实话 今天就借这个 刚刚瑞姐说 因为我们 我的 这个下棋现在的一个状态 跟比如说现在李星成 孤子老师完全不同的 他们是要争夺天元的 他们要赢美盘棋的 我只是上去摆个造型的 你知道吧 太谦虚了 不这是真的吗 第二的话呢 也说实话 因为我那天对手是那个党一飞 也是个事业冠军 我觉得我基本上下什么都 基本上都赢不了 心态很好 基本上下什么都赢不了 对吧 那我们没什么不能下的 所以彭老师下的天元市也是在致敬天元赛吗 我当时其实有点这个意思 就是一个致敬天元赛 一个就是我好久不出场了 对吧 那个也让大家那个 对吧 没准能够下个天元记住我 对吧 这个这个绝对是效果很好 对 因为反正最后都是输嘛 对吧 你下个你下个二连星也是输对吧 对吧 而且不仅下了天元 接下来是 三三星 所以这就是最经典的这个星三三天元布局 对我们就是来那个 怀怀旧的嘛 当然了 就是这个 像他们这个要争夺天元的 那肯定不能这么下嘛 毕竟现在用AI的角度 对 这个好像 这个前三步下上去之后 AI跑了一下 好像会 胜率好像是要略微降 这样一些的 但是也不能 也不能说完全不可以下 但是呢 你作为一个职业的竞技的选手来说 就像刚才上说 知道这里 其实我们也 为什么说这几句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娱乐 或者说是一个 就是快乐围棋的角度 那其实你下什么都可以嘛 像谁说其实我们下什么 我觉得完全无所谓 随心所欲 那你作为一个竞技的高手来说 像今天这两位 那他没有办法 在这么多挑战权的时候 就算他觉得 今天的这些招法 包括我们后面的这些 全部看到 也是全是审美疲劳的 对吧 大家闭着眼睛可能都会的 但是没办法呀 但是 还是得下 虽然不断的看到啊 但是也是被大家验证了 现在可能目前是 确实是一个比较 不能说最优解吧 应该是比较 这个大家比较认可的下法 我觉得都是经得起推敲的嘛 而且这些定式说实话 我觉得不管是企友们 还是一些 刚刚学期的一些小朋友们 只要稍微有一点水平的 有定水平的 我觉得真的 这些定式真的太熟悉了 我们来看一看 我觉得我都不用给大家解释了 对吧 这个定式确实是 点三三定式里边的 我觉得出厂频率 可能也也是最高的之一了 对吧 这一段 然后倒完之后反吃 然后形成了一个十字架的 那个经典的造型 十字架 你这个形容好 不是人家跟我说的 是吧 这个叫十字架 十字架的一个定式 然后吃完之后粘住 然后可以白的把这个吃住 对 当然这里 其实我们说 你不搬行不行 那个不搬 两拖鞋也行 就这里其实 我觉得没有太多可说的 也就是说搬的段 肯定是 你大家可以继续看下一步 到三十多手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是 今天李星成有备而来的 当然他的准备 不是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看到 这地方 大家其实都是非常熟悉 对 然后飞起来 然后因为正子不利 对 这里的话就是要给其我们 说一句就很简单 如果面对这样的一个局势 如果我们真子有利 那你还是把它拍了吧 那当然了 但是这里我还要插一句 有时候我们看似真子有利的题 其实我们还是要稍微计算一下 对方的哪怕真子有利 你要计算一下这边 有没有一些 有没有很严厉的 引针 对 因为你毕竟 那个有时候 那个看起来是有利的 结果人家一步决先之后 又变不利了 也就是说很简单 就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确认有利 肯定是拍掉 那个效率会高一些 因为特别是 以后从这边反逼住 黑棋的时候 请我们看到 这个三个子拍死的情况下 这个黑棋的压力就比较大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请我们看到 其实这三个子多少 会有一些借用 我当时 黑的不是这么下的 它有些借用之后 你这个逼住 或者这些来下去 就不是很厉害了 也就是说你飞的话 黑棋暂时 是可以做一个拖先的 这个力度要差很多 如果你是能真死的话 大概率黑的是要接着走棋的 因为这个逼住很厉害 当然看情况它是非还是猜一 这个不确定 但大概率它是要走的 不走被逼住很 吃不消 所以其实黑棋选择这个定式 也是看到了 这个子啊 白棋 不能一手机把它争掉 我觉得啊 那当然了 作为他们来说 就是冠军们来说 这个如果是白的能争掉的话 估计他就不会打这个了 你断着他就选另外一个定式 对对对 这里可选择的方案还是比较多的 对对 他现在的话 就是拿了先手之后 逼这个 战力不大场 这波当也很大 如果不逼的话 黑白的会这样拆过去 拆过去 有好像接下来这边 就有一些连环拳吧 我印象中是碰这个 还是碰这个 看得看情况 好像碰了断 好像是一个 好像 好多招法比较多 对对对 这个地方还得看 那个周围的情况 总之这个拆的时候呢 大家不用拆的那么近 因为拆那么近 反而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反打的 就算你以后出手的话 别人还能反打 这里要拆是拆 就拆在这 拆飞就可以了 对好 我印象中以后 真自有力 是有这样的一个 靠断 就是直接攻击黑棋 说的争子是说这个争子 对对 你别 真的 靠断上去 你打 跑的时候 黑棋不能从下面打 对对对 不你可以打 就我能拐 对对对 白棋 黑的也是这么打的 白棋一定要争子有力 对对对 白的争子有力 就是忘了 老师定式是这样的 我说是没错 但是怎么跑不出来了 对吧 好的定式是跟争子有关系的 所以说这个逼是很大的 而且这个栏弯之后 这个地方 有一个 一会儿有一个经典的攻击手法 以后也可以给大家 重新推荐一下 他也就说 一十二了 一的防止拆过来 就自己被靠 二的话逼完之后 他对这个高赛三是有一些想法的 对 就是一个很不错的超级大厂 是 但是 接下来 我觉得下一步就是 他就要下这个的原因了 接下来看白棋呢 方向应该是在这一带啊 怎么守脚 其实正常的话 这种小飞 是吧 是正常的 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如果是我们不去做一个深入的研讨 或者说是不用现在AI去做一个深入分析的话 应该我觉得 肯定会下这步吧 这个好像是第一感 因为这边这么宽嘛 这种感觉要照顾呀 这边 当然了 有些可能 攻击力强的 骑友们可能会选择一个高跳 高举高打 反正你打肩 我先镇住你再说 对 也是一种选择 小飞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最中庸的 我觉得最容易想到的一个 第一感 我觉得是吧 而且呢 这步小飞 我可以肯定也不会是什么大问题 但是呢 如果是这样下的话呢 这个围棋就没意思了 也就是今天的话 他整个的 我觉得李星成在左上 主动选择这个定式 因为他知道针不掉 飞骑是稍微有一点点 摆得稍微局部 有一点点损的 就是如果是不针不掉的情况下 那他主动还要强调下这个定式的话 很明显 他今天兜里是装的飞刀的 是有他的构思 对 是带了货来的 我们看看 现在白棋的下一步 它是选择的小尖手脚 这个小尖手脚看起来是不是 这个造型比较的有新意 是吧 这里的话就是 我可以就是猜测 就首先他应该不怕你挂这边 就是说他觉得这边够大的情况下 挂他估计会是一个上压 上压之后就对 就强行的推控 做大做桥 其实我们知道 本身这个就是心胃小尖 是很比较怕这个挂的 因为挂的话 你这个形状 就算是你护住的脚 也很可能 其实你这个尖的这个位置 这个脚其实也不是很胖的 这个尖的效率可能会 对对而且可能如果他还可以 甚至通过肩 可能更进一步的那个 倾销你的这个脚地 那现在我觉得他可能 直接都不会硬脚了 直接就直接就屋里面 这个直接就推车了啊 就是直接就那个 这个泰山压顶 这个间隔还是 白骑是比较满意的 对他其实更强调的是 这边的一个发展 也就是说呢 我的理解是 就是说他下这步骑的时候 一定黑都不能下这步 他不怕你挂 如果不怕下 不怕你挂的情况下呢 他未来不管他是大飞 还是这个高猜 那他这个手脚加尖脚的 这个形状呢 是非常的 饱满和完美的 是的 也就是说你下任意的挂脚 我相信他都会有一个 就是上面 就是类似于扩张的一个 强行压迫你的一个下法 哦 彭老师这么一讲 我就理解了 他这步骑 暂时看起来好像 步子缓一点 但如果一旦被他 白骑站到大飞或者拆 那其实这个点 对 你跟小飞比嘛 就变到是很好的 你跟小飞比嘛 那你小飞这个点三三 还是明显有缺陷的嘛 多多少少 你就像这样 这样张牙五爪过来 那这下面 至少点个三三 不会进死嘛 是 那他这样的话 持控的角度 这个角肯定很胖嘛 他还是有他的构思 但是呢 你只要敢挂 我相信他肯定 有一连串的招法等着你 就是 而且这个间距是可以的 看起来是可以的 所以为什么我要说 这么多 也是要给青梦说一下 如果这边 你没有这么宽的间距 和上面那么强的 外设的情况下呢 正常你还是应该小飞的 这个其实不能用来 就是任何场合都去尖的 就是 千万大家要注意 就是 他一定是上面有一个 有配合的 左边有个大模样 再加上上面有个外设 一种去向 关系这种去向 下部棋 我觉得 下看到34的时候 我觉得下部棋 正在黑棋的小姑的 这个角度 他就比较迷茫了 我相信他应该是没有 想到对方下这部棋的 就很难猜吧 如果这都猜得到 我觉得他们太强了 就正常来说你猜不到 但猜不到的话 这时候呢 我觉得 但下部棋 还是我觉得下的 中规中矩的 但不管怎么样 下部棋下完之后 我个人觉得 也就是白棋的 布局成功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下了这部之后 你确实不敢走了 跟他说的 这个挂脚点 显然被他上面压 我觉得都不是压的问题 不太好 就这里我要给青梦 说一个 就是反向的思考法 就是如果 作为一个事业冠军 你到 你知道你每天 面对的对手 也是冠军 对不对 那就说 如果人家敢出 这一手棋 在特别是 你想在这么重要的 这个决赛的 这个决定战的 这个阶段 又不是预赛第一轮 对吧 什么王选第一轮 对吧 对 他说他试试棋 在这个重要比赛上 说白了 今天谁赢谁 就挑战天元的 坐二望一的 这个状态下 他敢下出 比如这部棋 那很明显 因为这部棋 你肯定能推理出来 他的毛病 是这部或者这部 对 但现在你肯定 不能下这两步 因为你下这两步棋 一定是落入对方的 整个的思路 和拳套中了 也就是说呢 你就算明知对方 以后拆过来 这个配置还不错 我觉得你也不能走这步 因为虽然我不知道 他走这步到底 白的 应该下哪步 但是呢 从逻辑的推理 你不能下 感觉他对手 应该有备要来的 他绝对不可能 是空城记的 因为这个 没有空城记的可能性 但有的时候 就是一个判断 是要有过判断 像这种棋的时候 基于对 这两位棋手 应该是比较了解 因为他们两位同龄人 都是98年出生的 一个共同成长起来的 交手之间的交手的 这个回合也比较多 是吧 这个胜负也基本上是一个 不互开 对 这个历史战绩是 李清诚4比3 稍微好一点 基本上是4比3 这种比分 就基本上就 对 就忽略不计了 对 应该我觉得 他们之间比较了解 所以看到这个李清诚 大家喜欢叫他青仔 是吧 往这边小肩一手 这时候顾子豪这个恶霸呢 觉得是 哎 青仔今天是有备而来的 是吧 我先稳一稳 所以选择他 虽然说 这个小肥 感觉上气势稍微弱了一点 但是不得已而为之 因为下面你确实不知道该怎么选 万一选错了 就是可能 对吧 你想我这个天然赛也不容易 所以应该正常是从32或64开始打起来 请我们一算嘛 如果从64就是32 16 8 应该从算 因为今年天然赛是这样子 今年是 共48位棋手参赛 对 就是如果是他是前32的那个时候 那就是32 16 8 42 你就算嘛 已经连生了很多盘了 是 而且关键是呢 最后挑战者这一下 如果是掉链子 等于是前面的火 全白蛋 哎 正好呢 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李清诚和 孤子豪啊 他们跟天原赛 呃 在这个应该是在 最近年是35届 在29届 6年前 他们两个人 都走到了这个四强当中 但是 孤子豪是只顾在四强了 李清诚又更近了一步 进入到了调整 决定战 就跟今天这个位置一样 但是在29届的时候 李清诚呢 是呃 当时输给了 米玉婷 没有更近一步 说说实话 李清诚就是 他的这种风格和下法 下这个曼琪 确实有点小吃亏啊 就是 没有这个发挥 他的强项 不是 关键是 人家等于是 用满了三小时 可以读苗 你这个时间 这不是用不完吗 这个 这个赛 赛制对他来说 有点煎熬 当然如果 如果他去 比如说下日本 日本下两个字 我觉得清诚 可能直接人就没了 对吧 就是他可能 对直接人家可能坐在那 想他直接睡着了 就是就是他因为他的风格和这个速度决定了他 这个问题 所以就李清诚也挺有意思的啊 就是不管你对这个时间到底是几小时 天原在是美方两小时之后是五次一分钟独秒 不管你是两小时三小时 还是直接读秒 我的这个节奏都是一样的 因为他 他是一个感觉型的棋手 他没什么可算的 这个不是说你让他爆上想 爆上想也没用 就他已经把这些 比如说像这种 他已经把这个整个大思路都想完了 意思就是说他想 这个一分钟和他想十秒钟 可能效果差不多 基本上是一样的 如果大场考的话 可能他心态就坏了 可能人就烦了 还不想 这个是没办法 这是每位棋手的一些不同的特点 对对对 你像那时候 我们的罗喜和老师 对吧 罗老师下三星杯决赛 那他时间也没用完吗 那不一样的吗 对不对吗 就是你不能说那个 他不是说他不努力 不认真吗 不是不认真 不是这个问题 他最后还拿冠军了 他就是他用不了那么多时间 你怎么让他慢下来 对对 玩他下不好 然后我们会看到呢 当黑的这里飞了之后 他就顺势的将二肩高拆 下出了他一个完美的阵型 现在再看起来 如果先有了这个 二肩高拆在小肩 就是一个很正常的 如果你小肥 估计把黑的也走这个 那你下不起就不好拆了吗 那你如果在小肩 这个步伐明显慢了 如果你还是这样 那明显这个脚有点平须 所以他这个改进 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对对 那接下来黑的也是蓄谋已久了 对对在33就已经准备好了一个飞刀啊 而且这个是个连环拳球嘛 他在下35的时候就已经照顾到这个 特别远的这步棋了 对如果没有35的话 其实这步棋未必出得了手 这个不愧是这个决定战的两位棋手是吧 就各有各的算计嘛 就是就是你算的是这边的模样 都是有位而来 我是想逼完之后飞完之后 我这里有一个碰号 给其他我们说一下 为什么说跟上面有关系啊 就是正常是下班的 就是然后黑的一个反班 如果是你如果是硬硬要钢这个正面的话 正常会是这样一个棋型 这样一个棋型呢 黑的肯定不能吃这个啊 什么贪吃这个是没有前景的 你虽然提了一个子 但是呢 全部都贴在人家的这个铁臂上 而且自己以后被打就成个大饼了 这边也压不住对方 这个提个子是对白旗来说无伤大雅的 无关痛痒 但是呢 这时候黑的可以往下立而去 往下立黑白旗的压力就会巨大 这个棋 这个棋一粒 白棋 虽然说理论上你可以加这个把我吃死 但是呢 这部棋正常是不能乱下来 这被打了一 这一打就挺受不了的 天上一打不说 上面再一拐 然后你再想象一下 这里二路以后再一肩 基本上这日子也没法过了 因为你总共就是四五个棋 然后还有各种被欺负 所以这个棋是不行的 那不行的话呢 不能贪吃两个子 不能贪吃两个子 它就只能是硬贴 那硬贴的话呢 其实我们会发现了 这时候这个真子有没有力就很关键了 黑棋先从二路渡过 这个子就非常关键了 这个子我看看 刚好引到正 如果没有这个子 如果这边真子 之前是可能是不力的情况 那你就这个棋就被真掉了 现在这有个子就不用想了 肯定是 没有这个子好像是不是也真 但是没有这个子 白的有可能会去先 就是它会 在这边刚才说的 有这个比较 比较严厉的引针 它可能会有 可能有一个引针 对对对 就是这个棋呢 就碰靠的时候 一定是要真子有力的 要不然的话 贴的时候黑的很难处理 因为你在拐的话 被硬斑 因为这边肯定正常是被针的 如果你是要硬出去 就算你搬过了 也是非常的勉强的 所以说 这个棋是要吃一个真子的 如果真子有力的话 这个靠了搬还是非常严厉的 这个局部 黑的白的只能去做一些 小的妥协 就是局部 不管怎么下 黑的都能拿点便宜 所以这里呢 白旗选的是连斑吧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柔软的 局部的 这个 手筋 手筋就是渡过难关的一个下法 对 这一连斑基本上两块 其实能够 首先你不能双吃 这个吃不行的 我们不解释这个了 这个贪吃了 这个天上被拔了肯定不行的 这一打吃 对 所以说呢 你如果接的话呢 它就过了 它就接住 然后这里搬它可以加下来 它是过的 如果你这样上班一下 就没有效果了 这个黑白旗 这个安然的渡过难关了 当然这个棋就 山上将就不是事业冠军了 所以它这个棋 用一个打了 沾底 就其实沾了断 直接断 其实也差不多 一样 这俩是一样的 然后硬断的情况下呢 黑白的是不能挺头的 这个B是个先手 三个马上扳死你 如果你再救三个的话 白的就崩了 就出去 这样子的话 一分二为二 基本上就 对 就差不多了 应该说天人战挑战者的归属 基本上就悬念不大了 这个局部白的有点崩溃了 是 最后断的时候 黑白的只能吃下面 然后这时候黑的可以 把白的全部打住 非常的痛快 打住完之后 而且你反打的话 请问会看到 反打的话 出其无解 就如果有一个劫财 白的黑的就崩了 白的打掉了 再把你拍死 但是呢 没有如果而去 因为这个其实绝对不可能有劫财 这就有个子 就绝对不可能有劫财 对 我给大家 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被拔掉的 那个壮观的场景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时候让白旗随便 在棋盘上摆两个 关键是外面再一照 这块旗已经无忌 已经基本上 已经肯定死了 再照一个就死了 这个节白旗开不起 开不起 就是根本就不用动脑子 肯定开不起的 所以最多是开一下阶上 就是 所以说呢 通过这一系列的手筋之后呢 其实我们会看到 白黑的 一个看起来很 发展很好的一个 第二拆三 全部压在了二线 对 一个非常不错的手机 而且呢 关键是压下去之后呢 请不看这里 二路半还很厉害 白旗还得去补齐 所以这一串 虽然白旗连起来了 这个 眼位啊 没有想象中那么丰富 那当然了 要不然它就不会逼了 所以说这个旗都是一个连换权 对 这个 所以大家可以学起来啊 这个靠完 靠了之后再连搬 应该是 还是蛮好用的 如果是立下的话 我们就捡一个 如果是单立黑的就捡一个 搬的话我们就搬 上班的话应该 应该是立下来就行 我不太确定 上班的话 上班可以长吗 长也行 上班的话 感觉上 很难连起来了 对 我感觉搬过就行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白旗只能是下立 然后黑的关键是下步棋 非常的狠 提一下当很正常 还是防一下这个 断打 断打嘛 万一哪天又被打了 然后但是下步棋 我觉得就体现其风了 就是 我们会看到 孤子豪是一个战斗型的风格 对 下步棋基本上就是 我觉得 就感激杀绝的节奏 这个棋就紧紧的 非常紧凑 棋梦会觉得很奇怪 他为什么要挡这里 他不是说不断 棋梦 他以后要挡死你 这里是一个经典的 我把这个子放上棋 我们就懂了 对吧 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把这两个放上 要不然棋梦 可能有时候会 看得不是很清晰 把这样放上去说 我们再一挡 大家就看到 这个是二路边经典的 六死八活 对 这个一挡 这里边 只有一个眼 不管里边 别人一般 就是你六格是不够的 大家都知道 七是看谁下 八是活的 六死八活 这就很经典的 各种口诀 对 经典一个二路边爬的 六死八活 所以说他挡的目的 就是未来有朝一日 可能要挡死你就快去 看能不能把 这条龙给干掉 也就是说 只要外面这条路 稍微黑漆有一个子 马上就被挡死 马上挡下来 就死了 非常严厉 非常非常严厉 这就体现出攻击手的 这种嗅觉 所以这两位骑手 其实都是比较有 自己鲜明特点的 是吧 刚才我们说 李青神是快 那古子豪 他的下法比较的 凶 非常的凶狠 他在世界冠军里面 也是以力量建成 没错 没错 最后我觉得 有的时候 说奇如奇人 你看古子豪 从他这个平时 人 从个人来说 我觉得好像 不是那种 很凶的一个人 比较比较儒雅的 一个我觉得小伙子 一般来说 就是他这样的 对吧 看起来那个什么的 有反差 是吧 反差 反差萌 他都是那个什么 像我们这种看起来 那个胖胖的 其实那个骑的 就就就一点都不凶 对吧 看起来 彭老师奇风 是大家 对对对啊 相对来说 比较温和 我觉得啊 对吧 能这么说吗 那不是温和的 基本上就是不能战斗 对吧 不能说温和 应该说比较比较厚重 对 对我们就不能战斗 不是不能战斗 只能慢慢来 你力量也很大 慢慢来 你力量也很大 所以说 看来小伙子 这样又瘦的 你这样说的 看起来又 又很有礼貌 对 文字彬彬的 一般那个 我告诉大家 这个都是 都是狠角色 狠角色 真的 下棋都是狠角色 是 那这里没有好坏之分 也没有 我们小姑 有什么不好 就是他只是 我们说了 他一种 像下棋 或者围棋上的 一种理解 对 接下来的话 我们会看到 下一步棋 下步棋也是 刚才之前 也给我们说过的 就是这个形状 其实这种点 下盘不稳 很容易被 活棋 因为这个 我们看这两个大跳 你说两个大跳 就把脚守住了 那肯定对手 不能答应 这个子肖太高 但让这步棋 我觉得其实活棋的成分 也不一定 它更多的 也可能是一个 适应手 适应手 因为这里 我们看了有个段 有个段 但你现在直接段 意思不大 人家甚至可以打了 往回跳 对 就这个棋 你现在没有什么明显的 没什么后续手 对对对 所以他先点 看看你情况 然后四季看 能不能以后 几个段 能够用上 能够便宜黑棋 也是适应手的可能性 对对 如果比如说 你挡脚的话 他甚至有可能 是不是飞 还是再断 问一下 但也有可能拖在 就不太确定 因为这步棋 我很难是说 他点完之后要干嘛 就正常的一般的下法 都是挡脚 其实就是投石温路 找找头绪 看看你的这个 看看对手的下法 我再选择 对就是 三三挡脚的话 其实白棋这手 选择比较多 有可能就拖先了 有可能继续 继续动手 对 处理这个子 虽然我不太确定 但是总而言之 其实三三挡脚 也是一个一般分寸 就是黑的挡脚 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就是 但是下步棋 很明显 就是我们刚才 那个调侃了小姑之后 大家看看下部棋 我觉得我们 我们刚才的形容 没有什么问题 没问题 因为其实这个地方 请我们看 你点我挡一下 其实也无所谓的 是 对吧 你其实也翻不出什么东西 翻不出什么花样 也其实也看不出 有什么 什么 就是联系完 把我吃死之类的 可能性 也就是说白了 你大概率就是点一下 而且呢 以我对李星成的了解呢 大概率他先点一下 再说 看你硬什么 我在想 他包括这部点 可能都是 甚至都没怎么 都没怎么多想 反正先得试一下 硬手 这个地方 总是不能让你一手 围上 就刚才瑞姐说的 总之你一个二间跳舞 不能让你 一手 两手棋就把这个脚全 全成实控 对 我多少少 过来扫了一下你 然后至于你怎么硬呢 我再决定 后不去怎么样 去构思 对吧 当然了 小姑说 什么情况 不是这个事情不合理 你知道吧 那个就是你吓得有点过分 对吧 虽然这部棋应该来 一般人的思维就很正常的一部棋 但是在小姑那边觉得你这个 说实话要我下 我大概率就挡了 反正我也不知道你要干嘛 反正其实也就这样了 因为肉眼 我觉得挡在上面 是不是也可以考虑 反正挡在上面嘛 就是肯定是这个脚 你能活嘛 就是我如果挡在这么 其实你局部也不怎么好活 对 而且关于你这个子 也没啥用 就算你这个 我给你冲了 你这个端行也用不上 其实反正 之后也知道 看不出有什么棋 但是小姑说 这个不是这样的 围棋不是这样的 就是我围的地方 我的地方是我的 你要想进来 对吧 那这个事情 是你过分了 对吧 就跟那时候 我们十月时刻 经典的一个台词一样 他说我是个稳健型的棋手 为什么我总吃你们棋呢 是因为你们总不补棋 你们太过分了 对吧 就是你老抢 老抢 老不补棋 那我只能把你吃了吗 你这个吃你的龙 也是我被迫的 对我被迫的 不是我攻击力强 是你老不补 你过分 像小姑这时候说 我本来不准备攻击了你的 你非要跑来 点我 你要来这个问问我的应手 那我就给你我的回答 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 我的回答 但是其实我们会看一下51的时候 他是吓得很凶的 对 对吧 他是寸步不让的 但是呢 你向来赚我便宜 而且我们 来看看下一步去 就完全没把自己的断点 都进来吧 我这个断点不存在的 他就告诉 李清成告诉这个52 你们都到碗里来 都来吧 都进来吧 其实这样看起来 这个跳啊 这么乍一看 我觉得还是 挺 胆子真的太大了 就这么就 认为把这个子拿住了吗 那李清成也不答应啊 不 这个地方就是 我说实话 就你白了 这时候要不要动 也是一个 就双方都很纠结 我个人啊 我倾向于不动 因为首先这个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黑的 不会再补一手的 因为你本来就是个侦察兵嘛 你说实话 他再补一手 你能接受的呀 这个钱 再补一手 不对 你自己补个脚嘛 虽然我这个稍微损了一点 所以说呢 其实他是不担心黑的去补 那不担心去补的话 如果你这时候发动 会有个什么问题呢 首先你不知道能不能活 就算活了之后呢 这个位置 我觉得不能让黑的起来 就是我们假定这个势力 这个标本被跳起来之后 上面这个黑的很大 其实我个人倾向于 他这时候下这部 干脆就先放一放 其实就是你 你点的时候 你就不要去仔细的动脑子 人家应来 应来你都当适应手嘛 因为这部其实双方 其实我们看到 左边这一跳过来之后 把黑旗这边 马上模样就起来了 而且你马上就把黑旗的 下面压下去了 就是本身这部 其实双方模样消长的一个 就相当于天王山 战略的制高点 对 至于这个只是死是活 其实真的不重要 因为你跳来这的时候 他不会去走这的呀 我觉得他不会去走这的 走这你哪怕再围一个嘛 你也能接受的 对不对 他不围 他不走这 他如果是消灭的话 你至少先把这两步走了嘛 对 然后你再动嘛 所以说这个棋啊 还是体现 我估计他这个火也就是被拱上来了 小谷这部棋一下 李星成 我们青仔可能这个也按捺不住自己的那个怒火了 你这也不太把他当回事了 我进去怎么就跳死我是什么情况 就是 其实我不是担心黑白的会死 他既然敢动 我相信李星成一定能把这块棋活出来 那活出来之后 最关键是不知道转不转 其实为其最难的就是一个价值的 取舍和判断 我个人觉得 他跳这个会更稳定一点 这个棋 但是可能 但是呢 就当取舍 他可能已经进入到那种节奏 是的 他很难去 就是客观理智的分析了 特别是 我觉得像这种是不是会秒下 就是也有一种一种气势 他觉得肯定是不会死 他应该会秒下 就是他 他会判定自己不会死 但是真的 我最比较担心的是 他活出来之后转不转 对 但是他加出来 还是瞄着这个断点 他压 反正他压完之后 你总不能先手活完 对吧 你要先手活 这个游戏没法玩了 就是关键是活完以后 便不便宜 你活完就算是活嘛 你至少是个后手活完 你后手活完 这个地方肯定不在了 我觉得黑的阵阵能大跳过来 就是说你 其实这个时候 真的需要去活吗 就是我觉得 要冷静一下啊 反正要是我 我不会去活 我觉得 我会下这部 因为这部会 我觉得就是 空场嘛 而且对方是个 林全老师 你的这个风格 不是 比较平衡 关键对方是个大力士 对吧 人家已经摆明态度了 那地方说你 你不好活 对吧 那你也得尊重一下 别人的那个选择嘛 而且对不起 主要是我觉得比较重要 就关键是 不能让黑的过来 就是 因为他自己很大 这边已经很大了 所以说实战这个动手 我不清楚具体的技术 但是我们看到这的时候 我看到这时候 还是为他捏把汗的 就他正常这样推出来之后 是这样的 然后被小谷这样子追杀 因为毕竟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会看到局部 还是身陷重围的 而且斑脚应该是活不了的 得靠这边的一些 把黑席的弱点和缺陷 我觉得这个活应该是 有点欠考虑 就是 有点冲动了 他主要不是说 这块棋活不了 关键是 活完之后 全局的一个后保 和全局的一个形式问题 因为这盘棋 我们看 他不是一个 就双方都是走那种小空 那个阵地战 没有模样 那就说你把这块脚一掏 那肯定 那三十木一掏 那不用聊了 肯定是大转 这盘棋 那是一个双方互为模样的 一个情况 特别是白棋 他自己在左边 是有一个大模样的 就是 对吧 你就算落一个后手 人家销了你之后 其实把你 如果这模样打掉的话 其实你也未必一定赚的 是的 就这里有一个取舍的问题 所以每盘棋 它的这种格局不太一样 那这盘棋 可能是一种 模样互为 或者互破的 对对对 所以说 其实占据这种 战略的制高点 可能会更稳健一点 可能比这个局部的得失 更重要 主要是 你更简单一点 就那个棋 你会下的 我觉得平和一点 就是你 下这步棋之后 不会太差 你这样去做活 是有风险活不了 而就算你有手机能活 战略要点被别人反抢之后 也未必一定赚 所以他这个没必要 就大概率不划算 我觉得这个地方 就是 其实说实话 像这种地方 就是像如果李星成这样的棋手 他其实 一盘棋 他这样 这种地方 他虽然下的快 像这种地方 他真的 我觉得 应该多想一想 把这个逻辑和 这个 就是这种 前因后果想清楚 他才决定 因为这部棋 说实话 很决定 这盘棋的走向 我反正 我觉得 他这部棋 是有一点 稍微有点 草率的 这就是 快枪手的 双刃剑 就是他 我承认 他局部肯定是 绝对没问题 绝对能活 你看 我们紧接着看 马上他局部的 妙手就来了 对 他这个扳完之后 马上一挖 这也是 从局部来说 是好手 是吧 一把就活了 这一挖是好 应该是局部手筋 手筋完之后 不知道 但是肯定是个手机 黑的已经无法抵抗了 我们看到 如果你 你接在里面 他一接 这里马上要度过了 你如果强度过 这一拍 直接人就没了 糊也不行 他拍的话 你气也下不过 所以你只能 吃 吃的时候 他一个套吃 套吃之后 你提他再一吃 这样如果你接他一吃 就活了 你要挺进去 他提了这两个之后 他再顶住这个脚 基本上看起来 这个气也不好杀 这个脚 空间很大 非常的大 而且你外面这个形状不好 基本上看起来 就是基本算是活的 虽然没有完全静活 但是你要改杀 估计杀完自己 全崩掉 所以说 那你要不长的话 你从比如说这边 并或这边飞 他反正肯定是活的 实在不行 退一步海阔天空 他能活 总是能活 是吧 就是他就实在不行 是不是有个什么节 他这有个铺 给大家摆一下 还有个控靠之后 有个连环节 有个连环节 对 就是活是活的 但是如果你长确实 硬卡 不是不一定是近活 但是黑的不一定敢走 如果从这边飞的话 是有一个连环节 有个连环节 连环节也是近活 这块鸡鸡吧 你就算活了 吃到这告一段 但是我真的很担心 他的全局 就是这个决定 是不是太轻率了 虽然说这个局部 应该白棋获利 还是挺大的 一手就把黑的 看见那么大的一个 还控全部掏光了 然后自己还围了几目 但是我们来看看 下一步棋 这个李清成的 断打吃 脚上基本上做活了 对 我们来看看黑棋的 下一步棋 就是其实是 这步棋 这步应该是个 先走便宜 这个你不能让他 挡上来 挡上来 就除非你敢照他 应该不敢 不是 我主要是就担心这一步 这一步71 这个简单交换了一手之后 还是站到了 非常担心 这个至高点 担心这个71 因为这里 其实我们看到 肉眼可见 全是空位 关键这是双方的一个 校长的要点 是吧 他其实早先 刚才不知道碰靠行不行 如果觉得跳缓 他没准 搭个肩膀 你不知道行不行 这个如果能交换到的话 那总是说了 如果你搬我就退 这样是不是强调你个断 会更加的 对吧 紧凑一些 紧凑一些 反正你搬我就 刚才那边都没有 你搬到我 我应该不怕你 打去这个是不是 有点过了 对吧 就是当时这边都没止 就算贴我回来 就感觉我这两个 你压我 应该能跟你战斗 你当时这边都没有 就现在不行 现在被压死 现在刚才这边都没有紫 他说碰靠这个也行 就是总之这里稍微处理一下 现在这个紫被过来之后 全部都看到 因为这里大概就破了对方三十木齐 全部都看到 其实光这个胖子 黑的吧 这个一二三四五六六五 围上就三十了 已经三十了 就是刚才我们跳过来 至少这个胖子只剩十木了 对吧 胖子变瘦子了 三十变十了 那已经是差二十木齐了 只剩下底部那十木齐了 对 有时候光这一步下完 黑的先涨二十木 你那边破了三十木 都离只剩十木了 关键是人家这步齐 销着你这边左边的 对吧 好像看起来不怎么转 主要是最大问题是 我感觉全局亏了 这个时候的先后手太重了 而且一下他 关键是他一下这盘棋 我感觉攻手有点逆转了 就是攻手 就现在的话 现在他如果这边被打掉 而且这里还千块齐了 对就这边 刚才一直说 这一党局白系不活 他以后战斗的时候 他右边的这条龙 还差半手旗的 一定是牵扯到中间的 他动手的 就这一代黑旗 可能是隐约有一些先手 应该有无限的先手 随便多个子 应该就不在了 刚才你这里有个段 黑的可能再坚持 现在的话 这个段已经不复存在了 稍微这有个子 我们一看 这一党就不在了 这一跳他脚 能压住 你就直接就结束了 这一船将换黑旗 还是变厚了不少 也就是说 而且关键是 他天然这边有子 你也有危险 如果站在这边 外面有几个子 可能直接也挡死你 所以 而且你也没空补了 这旗 所以白旗现在后保 从后保角度来说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分水岭 就这盘旗 他下了一个大模样的作战 然后这边两边被压 第一个是人家下了一个手 把他压来二线 那没办法 对吧 小姑这个碰巧很厉害 第二个是他自己选的 本来是一个适应手 进去投尸问路的 那个弄假成真了 不趁投尸问路了 直接变成动手了 本来我觉得 进不起的思路 应该是随便下一步 不管对方硬哪里 都是就脱先了 就留一些味道 对 脱不开手了 他结果弄假成真了 然后 左边这个模样没管 被压迫过来之后 全部看到 应该是使着 他强行的这样子飞 然后对方再下来这个位置 这时候我觉得 形式可能也是两分之间 但是就白棋的角度 白的真的不好下了 就是他 他头绪不知道在哪了 就是 我觉得这个下到这里 本来我觉得布局好像看起来 这个本来是有点战果的 这个尖的跳 左下的这个新手 这一下应该把 至少把左下的这个 这个福利 新手的福利 应该全给送了 而且下不去 不知道下哪了 我觉得 现在有点双方开始 进入一个 刚才说的那个模样 是互违 现在好像变成互破了 是吧 现在他浅效一个 你不敢乱动手 因为你右边这块骑士 有固执 而且呢 这个骑士 我们看 你压可能是正常的 我们假定你压他退一个 应该就大概这样了 压了 然后这时候 球门会看到 这时候白旗会非常纠结 因为你震肯定震不死的 而且你震是要把别人 往里面放的 球门 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 甚至人家直接就往里面灌了 这个要是 这要是尸不死 因为你的这个后币 没有任何用的 对 黑旗就地做活的话 肯定崩了 这个时空就 对 海旗这个控是 高级 肯定高级的 因为你的外面这些铁壁 没有任何的用 全部顶在人家铜墙铁壁 对 你说你敢不敢震呢 你要不敢震 你就只能防守 防守的话 说实话 你防守的话 你也未必够 这款棋 你攻不动了 这个棋 那实战 李清城是选择的 还是防了一手 扳起来 但是我 我觉得他整盘 下到这里 我不知道这部棋 球门有没有感觉 就是 我们因为我比较输赢 就是他们 就说我 我想说的是 就是他整个气势 就是那种 气场 气场明显的 有点被逆转 本来是他 准心准备了一个 左边的正式 未来等到 构思 构思 等到白黑的进来之后 他对黑棋进行一些攻击 进行一些便宜 现在呢 都用不上了 变成被迫的 转入手势了 这部棋 肯定是手势 防守的下法了 对吧 被迫转入手势 虽然说这个棋 手也不一定一定输 但是 我想说的是 就是两个人那种 此消彼长的那种 感觉上好像 气势上 现在有点被压下去了 这个高手是要看门道的 能感觉出 反正这盘棋 我个人觉得 如果他输掉的话 就54背锅 是吧 就这个 这个出动 就出动背锅 因为52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因为反正都是侍应手 问题不大的 他54后面的这种 有可能是出动 要背锅 因为他 而且关键有一点 他的对面是一个攻击手 你去把攻击手的控破了 说实话 这个事也不是很靠谱 因为人家攻击手 本来也不跟你数目的 下棋 最后也是一刀把你弄死了 所以也要看看 对手的风格是谁 对 你要是跟一个 那个慢慢下的 那个喜欢松步的 你说你先把空捞了 等他来杀你也行 关键人家那个本来就 就不怎么松步的 能杀你绝对不放过你 你走到了这个 姑子豪的路子上来了 本来你是 压制住他 你先手在握 一定是能够压制住 黑旗的模样的 压制住黑旗的发展的 让他 说白了 你只要扩张这个左边 未来小姑一定得打左边 那肯定是你攻他 对吧 攻击手被攻 他还不了手 现在的话就搞成了 就是你 这捞了点空之后呢 你全盘变薄了 然后你反而你 最后只能被迫的 最后很有可能是 白旗被攻击 转入一个手势 而且关键是你 不管是你攻他 还是他攻你 就感觉你呢 之前的精心策划 那些东西 没用出来 有点可惜 有点可惜 虽然这个旗估计 还是五五开 还是两分 但是 气势上感觉有点弱了 而且呢 就是 说实话 你要是被扛过去之后 那个中盘比 两个人比纯计算 我真的扭下起 比计算 除非这小姑 完全没时间了 说实话 这两个人比纯计算 我 我不是很看好 那个精神 毕竟人家 那个战斗是专业的嘛 对吧 更胜一筹是吧 人家是专业那个 天天那个屠龙的 杀龙的人 或者天天那个柳杀的人 对吧 专业的人 干专业的活 对吧 你的风格 你不是一个 那这个李听成的专业是什么呢 我觉得他 因为吓得快的人呢 是 比较清零的 一个是清零 一个是他对整个棋 他有他自己独到的理解 其实是吓得快的人 比较吃理解 就他的 特别是一些 且中前万盘的理解 肯定是很独到的 其实说他没 但是接盘期到这里 没有看到优势 正常说你应该是布局 应该从这个 自己的布局构思上 包括像这个小天啊 对对对 从一些大的构思上 压制住对手 然后呢 局部的话呢 就算别人重拳出镜 我们游刃游刃 那他使不出劲来 对对 我们还可以转身嘛 就是但现在的话 很明显 我觉得 未来 接盘期 肯定是要有一场大战的 大战完之后 双方可能就要比计算了 这个期 虽然说还是军事 这我还是觉得有点可惜 但是彭小老师 从军事当中 已经嗅出了一些 不一样的味道 关键你不专业 你知道吗 你干这个活不是专业的 人家是天天干这个活的 就从起风上来说 对 你不是专业干这个的 我感觉后面 青仔的压力会比较大 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看看 接下来白 黑棋现在先飞 先飞就已经很清晰了 他就告诉你 他一看你缩了 对啊 他继续扩张自己 我继续捞 反正你吃不瘦 我这两步交换 黑棋总是得的 不是 他就又开始拱火了 然后这个火又拱一拱没准 你迟早得 你迟早得要那个 对他下狠手 这个 对你得出头嘛 然后你看下面这几步嘛 这个就是哪个 哪不横往哪不折 对 这班也是 黑棋的一个权利 黑棋根本就没有想过 自己往外逃的问题 他继续往里进 其实 逃一个 黑的白的也不会围 也得拆这个边 但是呢 他这样往里进 拆不肯跳一个 跟你这个差别比较坏 他觉得他要火在里面 他以后要拐你 你这个怎么忍嘛 如果你普通拆边 他不是跳了 他要拐你 这拐有点难受 这拐太难受了 这边全 你这些毛病都 但是你白棋补也没法补啊 你说也贴 贴不住了呀 贴它会长的呀 顺势长进去 你贴不住了 对白棋也没法补 所以白棋很难受 这个污不住了呀 这个棋 就是你要污 你只能这么污 你这么污 不然冲一下 你心情肯定很差 对 不好办 但是你不污 你就只能反击 反击的话 那就斗力嘛 长 关键这盘棋 白棋一旦吃不死 黑棋没有收益 他的所有的攻击 没有收益 外面全部是黑棋的 同乡体贴 就他的外事没有用 就是他只要一出手 黑白棋就只能 一个结局 就吃对方 然后这时候 很明年黑的就在 赌 你来吗 你来不来 这个吃 现在来吃棋 确实也是 有点为难 我关键这盘棋 吃不掉 这时候白的应该 局势并没有到说 一定要吃的这个地步 所以说这个时候 白棋的选择会非常的 艰难 我觉得 对 那么 现在白棋呢 也是 究竟是继续攻 是吧 还是说 转身 微微控 那么对白棋来说 现在也是一个 分水岭 可以说是个考验 对那我们这个稍作休息啊 过一会儿我们再来回到棋局当中 看看这个棋局今后的进程 天原围棋公众号 加入成为天原围棋会员吧 好的 欢迎回来 那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中府啊 对白棋来说也是面临选择 实战 实战 我觉得 李青城 基本上 青仔已经进入到了一个 上头 上头和 狂暴的模式 狂躁的模式啊 就是双方已经是 对对方也是 非常的不满意啊 但我觉得从事后来看 还是他应该是 这时候 应该冷静一点 再冷静的 再构建一些思路 特别这般棋 他 我们现在看他实战这两步 好 这就直接就 就无脸了嘛 直接就强攻了 对 但是这个 这个下法啊 我个人 效果来 从效果来说好像 我不知道他这个 效果怎么样 就是我觉得他 就你发动战 战斗之前 其实他52是一个很好的棋 他先投石温路 看看对方情况之后 我们再决定是攻还是手 对 就这个时候其实他依然 你有 其实我们会看看 刚刚其实我们已经给大家说了 黑的未来要拐进去 拐完之后这里味道很差 其实他这时候完全 我觉得可以做一个 就是在这个地方 吃个硬手 你先投石温个路 如果对方比较斑 那你这里不管怎么样 让你这里反弯之后有点味道多少能够对 让自己能够厚一点 甚至你就退都行 这个顶 加强一下 对对对 然后你再出手嘛 嗯 如果对方把你吃进来 对吧 你其实也不担心 他如果硬吃间 你这个挺是决先 这个地方有个冲断 那这个时候嘛 你 你在攻嘛 你随时一尝 这里一个冲 甚至你可以把这下冲掉 反正这个棋已经 已经这样了嘛 你已经准备 那个 已经准备拼命了嘛 是 就说 请我们看 这个尝完之后 这个断全是先手嘛 然后中间黑白的 黑的味道很坏 对 我觉得他怎么也应该 在这个时候先去做一个准备 因为他你现在碰到 白的黑的 不可能走这了嘛 这个断下去受不了了 对 不管黑的怎么硬 一定是有便宜可占的 这不靠和 他那个点就有点 对 你先 如果对方照单全收 那你就跟他拼命 然后甚至强杀他 对吧 强攻他 如果对方给你点便宜 那甚至我们就可以不斑了 我们上面拆拆边 因为他这般去拆拆边 也不一定就一定不够了 比如说我们跳一跳 然后就这里拆一拆 对吧 就说那你看看情况嘛 你先靠一个 看看对方是进是退 我们再做决定 实际上这个 这个太冲动了 我觉得 就是我估计已经上头了 很直线 下法非常直线的进攻 但是效果怎么样呢 就已经不能谈效果了 这就是往死里整 我们看到 然后这个黑的 就是一个清零的飞 这个飞也是 你这个冲下来是不行的 对好气 你再看看他92 我觉得已经 已经进入到一个 这串的下法 就是完全的一个 直线的进攻思维 但是你不是一个杀手 你并不是一个 以攻击建长的 直线进攻建长的 其实你看下部期小郭 很气人的 看到那个青仔92 他根本里都没理他 这一拐 这一拐真是让白戏很难受 就马上就要各种的反冲击你 我觉得这个其实枪法有点乱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部期 这时候李星成才想到了 现在白戏在靠 这样是不是有点慢了半拍 慢了一拍半拍的感觉 你已经发动了一波公事了 这时候人家要不要 这个控已经无所谓了 你这波公事 已经把下面全部自己都打出来 然后我们看一下 下部黑的怎么走的 黑戏也是很凶悍 黑戏跳起来 黑戏直接把这个规律切断之后 要求杀你的企业 就是这个企业 它其实是一个反攻倒算的下法 因为你正常是要拐活的 对 你管活的话 那我估计这边 他把这个救回来 他就是要反杀你了 这个孤子豪我们前输了 这里有断 他这个棋风非常的凶悍 他现在不是自己做活 黑戏 黑戏是瞄着你摆起 这一串的各种断点 你上面的边不重要来 现在我摇了你这大块 你根本没时间走那个边 所以这一下公手就颠倒 如果你这个不管活的话 你牵到这块棋 这块棋 所以党死的话 应该是在40目以上 后手 那那个空就更无所谓了 对 所以说一下我觉得 局面就虽然说不一定 差但是一下局势就 完全进入到一个未知领域了 就我觉得没有必要 就是在这个时候 应该他搬之前先去靠一下 至少稍微的 这里 对吧 投石问个路 对 这时候 现在一看这个也不能活了 就直接硬来了 我的天啊 他们这个真的脾气很大 他意思说我把你这块吃了 这块也无所谓了 但这个下法真的很冒险 就是因为我们会看到 下围棋不是说对吧 你 你那个 勇猛 就一定能行的 就是 这个下法那就是 就不看 把他放到下面去之后 时空损失非常的大 就黑的往这边拱 那白棋也就基本上吃不死 这盘棋就威胁了 感觉 对 这个除了你这个 你死我活了 这个两军交战 除了这个要勇之外 你还在有谋啊 就这这棋 不是 说实话 黑棋的角度也就不用去想了 反正只能这样了 黑棋现在就是目标很明确 因为一个也没有吧 先把 先把自己做活 对 先做活自己 不好在黑棋啊 他活的时候啊 他是活在白棋的空间 他接完之后 不是 他主要黑白棋的 这个联络 这盘棋一直没有完全的 球模看上没有完全的 这个 就是 完整 对 那么完整 所以 呃 冲击他是有立可图的 像这些棋真的好遗憾 我觉得都来不及了 看了 说实话 如果这盘棋 白的输掉的话 是很让人痛心的 其实他有更多的时候 可以掌控住局面 是的 你像现在这部棋 挂在这里 球模有没有感觉到 就是完全废了半条棋 跟整盘棋的 输赢完全没有关系 就如果当初他 呃 白棋没搬哈 先来靠 可能这个 这个棋 或者要不你别打入吗 精彩程度 不是你先 反正总而言之 你先那边 嗯 做点动作嘛 你不要一上来 就硬来嘛 对 先在上面 先问问应手啊 没有反正 关键是他 我觉得就是 这地方就是 说实话 就是像 呃 李星生这样的 呃 我觉得 为什么说他 呃 还需要 有点思路 或者说是 为什么说 呃 他跟别的 事业冠军比 对吧 为什么说 事业冠军是个 是个坎的 就是你 不是技术问题 就是你从思路上 你要想明白 这一些事情 因为你的对手 就是个大力士 这个栗战家 嗯 你你招招去 要栗战家的木 干啥 对吧 就是你 你其实 不要担心损木呀 对 因为反正他最后 也不 也不跟你损木的 嗯 你损点木 怕什么 对不对 你虽然木走后 反正最后都是 拼一下那个力量 是 就你 把这个事情 想明白了 我觉得像李星成 这样的 再聪明一点啊 这个体验 他下的再那个 就是对 下的再 就这种机制一点 嗯 我觉得立马 可能就是 马上可能过几天 就失业冠军 这个战略上面 对 他之前 赛前要想清楚 对 就你 你的决赛的这个对手 今天对不对 他是一个什么风格的棋手 对吧 但也有可能想到了 但是一下上去呢 就上头了 那所以你执行 对 你说这个他有可能 虽然知己知彼 但是呢 一看他一下过分招数 就上头了 那你这个不行 他快呀 你想 他这个 没有那么快的反应过来 所以说你得 你还得那个继续 还是在磨练 磨练嘛 就是就是 因为你看到这个地方 虽然不知道输赢 球门会看 因为你从棋上面来看 球门 就是我 我能够感觉到 他的 就是白棋的这种 魔众伤无奈 球门 因为你 这些子没有用呀 现在 对吧 火都 战火都烧到你了 这个大本营里去了 你现在这里有没有个子 而且你真还欠40目呢 根本就跟这个 这些没有关系了 就你下了这些 其实现在 说白了 就跟胜负都无关了嘛 对 现在对白棋来说 是比较难办的啊 黑棋 这个比较简单 先把自己做活 目标比较明确 我们来看吧 然后这只能打住嘛 不打就活了嘛 我说刺也很讨厌 那这种刺真的很讨厌 这里有一个滚包 这个酷式 所以它还得硬 这个要团 这个团章没有个眼 挺难受的 团又被便宜了 对 然后黑棋 可以的顺势的向下 应该是钉钉 钉一下 它不拐就活了嘛 它再沾 然后再往下护 然后护 这时候黑的白必须挡 先我拐一下 这外面还挺多 对 然后黑的就 这全垮了 感觉就那种感觉 这棋想吃掉黑棋 不容易啊 不是吃不吃的问题 就这个棋 已经进入到未知领域了 我觉得就是 这番棋下的 已经完全看不懂了 看不懂是说太复杂了 是吧 不是 就白棋的角度 肯定不是说 他当时靠的时候 是这么想的 就完全就 完全失控了 你知道吗 就是跟他之前的想法 已经完全 完全没有关系了 然后关键是这时候 小姑狠狠的 这个飞是先手 然后再来 捕了他一刀 我的天哪 这个棋下的太狠 这个 这时候已经活了 这应该是活了 都这里飞到这里了 而且活的还不小啊 正常来说 你沾的话 我估计 白的黑的这边沾一沾 或者是就顶一顶 对 活的还不少 看活的哪 反正补肯定是活了 这个活了 这个把白棋的木权都 破到破到这个一线了 活了飞的肯定是完全可以满意的 就是白的这一串 应该也是不转的 但是这时候 一个杀手的风采就 淋漓尽致了 小姑说 我不跟你数目 我们来看看133 这个 顾子豪对自己的死活也是很有信心 我觉得信不信心 倒不知道 就是这部棋下 其实我刚刚聊那个什么 其实这时候你们 前面就会看到 其实 你跟这样的一个对手下 真的你 适当的时候把棋子做了后 损点步 真心无所谓的 你看看他这一步棋 其实他已经赚很多了 明摆的黑白的这一串 肯定是亏的 你整到自己去提这个 你想 肯定是 对吧 边控全部被打光了 肯定这时候 黑的已经是 明显的是赚了 而且他只要补一手 肯定活了 就不用去动脑子 肯定补 你想他都敢脱先 他补一手更是 他唯一就是补一手 你补一手 他不想跟你收贯而已 其实他 补一手补一手 他补一手退这个 他依然肯定企业不差了 但是他就不想跟你收贯了 他一锤子满满把你弄死了 他把这块吃了 你吃不死他就赢了 对吧 这部档 这部档 这部档就也不用 不用再谈收贯了 这样就不用动脑子了 因为我这时候 再把四十木捞了 对 你来吓什么 你就 你来吃吧 我也不用数木了 反正你吃不死 你就收起 看你怎么吃 所以这时候我们会看到 其实这些子真的 没有在一个位置上 而且像这样的骑手 他敢脱先 首先我可以肯定 这块鞋不可能禁死 他不可能说 下到这个份上 对吧 蠢到自己是禁死的 其实去脱先 不会打这么重 不会的 没有勺子的 这时候是没有勺子的 就是不存在 就是说的那种 那种可能性的 不存在这个计算失误吗 不 失误 除非是你这里边 有个什么绝世妙手 要不然的话 你正常的 比如这种破眼 他肯定是算得了的 也就算完之后 至少是不会禁死 那不会禁死 他就觉得 因为这个骑手很简单 如果假定有个打结的话 这边有个打结 对吧 他其实我们肉眼 也能看到 他怎么这种脱了一张 你这 你要吐了 打我就接 就是说劫财的角度 就能看到 对吧 这你这个二路再加一下脚 这个本身截在天上 天上这还有 还有 沾全是截吗 对 他一定是一个眼的棋 就是打结 其实跟进口没区别的 而且那打结 就不就结束了吗 到这边一吃 就除非你能禁杀他 如果是杀不掉 白的这盘棋就结束了 我们看实战吧 看看实战怎么 实战虽说 李京城应该是 强行的要禁杀了 我们来看看 这个怎么冲 冲一下 我们就看这个李京城的杀法吧 冲了之后 他这两步看起来是好奇 冲完再加 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次序 看起来就是应该是不好奇 然后这里的话 全都会看到如果他 在顶 对 他断应该是个打结 断哪个 他就冲 实际上 就是如果是他自常提掉这下 就是我刚才说的 这肯定可以这样粘 那是断 断这个 断应该是个打结 断也蛮简 他其实打结我觉得不一定差 他这个结其实还行 你不能离我都过了 人体 其实打这个结是吧 其实这个结还行 因为你没有那么多本身结 你顶最多顶是结 再粘又不是结了 对吧 而且这个结关键是 打输了之后 黑白的没有任何的压力 就是 就是一点目数 就死俩嘛 对 我看看啊 打吃这个 断这个 没问题啊 断的时候 断的时候不能 吃这个不行 吃我沾了 吃嘛 一吃 对啊 哎 下面 那下面再说了嘛 吃这个 你下面能不能做出眼来 下面反正 你硬撑这个结 也是个打结嘛 嗯 反正近活就知道 脚我们先不管了 就是近活肯定没有 哎 他拖的时候 我就挡嘛 他搬呢 我就挡嘛 我知道 他走这个 那就打嘛 你你 他如果他 他直接搬这个呀 或者是点这个 呃 点这个 这边 我得先搬 这边 你要加我 我可能也不一定敢 敢走 嗯 这边大概率是个打结 我觉得他这样 刚刚在打结 感觉可以啊 断这个 是一个打结啊 断这个眼见 他实在走到个近杀 但实在这个近杀 有点危险啊 全部都看 因为不太一样 我断的话 他黑的 马上得走齐 嗯 如果他实在是用这个冲 冲的话 这里有一个问题 就是黑的 可以用上面这个团 他有 他不要下面那俩 他 就他 他做眼的时候 他团这个地方 这个 上面 白的 这上面 有点薄 嗯 他实在是冲 冲的话 对 他想净杀 但是这个棋 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因为这个 这个接先手的情况下 嗯 就接 接应该这里会有半个眼 如果你破眼的话 他就黑的简单以后一把 这地方有打断 黑的可以用上面这个团 嗯 上面整块白棋 没有连 连干净啊 断的话会好一些 断 先逼黑的表态嘛 嗯 黑的必须得表态 不表态的话 这个脚的味道也不行 但他没选 应该是那个怒了 他觉得能杀 我们来看一看 对 黑棋 白棋是想要净杀 他明显是想要净杀了 想要打 把小谷接 那接的话 小谷就觉得不会死 哦 他先冲了一下 拍是解嘛 他打之前先冲了一下 黑的任何时候拍 肯定是打解 嗯 黑的没拍 就是黑的觉得不会死 就双方在这地方 谈不拢啊 然后他就硬挖 说实话 对 为什么硬挖 为什么不搬呢 他搬 可能担心他加进去 我估计 这样的话 他是 这个味道非常饿 这一加 一尝 我感觉 我感觉白的要死 这只要就挤了 可能白的气已经很紧了 因为要破眼的话 只能搬 是吧 我就直接加嘛 我都不用打 这个这个 先保留一下 是吧 还有可能打这边 先加一下问题 已经昏了 好像感觉已经 感觉要要要爆炸了 你要要杀的话 只能单粘是吧 不是 你只能粘下面 粘下面 单粘我打回去了 这长弯黑的打击的是先生 我感觉这这就要出事了 就虽然我不不是很确定 对我这里面感觉 感觉味道不好 感觉已经不对劲了 这里面 就因为全气势紧了 就一拖嘛 这个你都走不到了 就是你白系要杀黑棋的话 黑棋只有决心 感觉全是决心嘛 感觉这个不敢走了 不敢走 那他挖的话 我感觉他有危险的机器 挖至少也是个打结啊 那他何必嘛 那还不如刚才 还不如刚才打结呢 至少这也是个打结 我觉得应该是 有点着急误算了 刚才段位稍微好一点 反正不知道 现在的话感觉 现在黑的可以团在上面 黑的我感觉已经不是 我觉得黑的已经不是 想自己活的问题了 因为他一打这个 这个结肯定打得赢了 黑的 黑的现在可能盘算的是 怎么反向白起 太可怕了 我们来看实战吧 现在白系把这个子吃掉 白的已经没得选了嘛 黑的 因为黑的两个眼 白的不用下了一起 这边 就是这个子 对 这个关键 关键的不能给 这边四十目已经死了 对 所以他只能去破眼了 我感觉这真的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而且这个题明显有 这个地方有个段 而且这时候感觉黑的 看实战嘛 他打这个就行了 对打这个 他打完他还能先提你中间 我觉得已经黑的白的 已经不知道怎么下了 这提是什么玩意儿 你全线要爆炸了 这打了一场 这有一段 这个白旗中幅 对对全感觉 不是黑的肯定能活了 这个捷肯定 捷财 本身捷太多 本身捷太多 就是说给多少的问题了 这期感觉已经崩掉了 我们理一理啊 现在这个局势 黑旗现在局部是一个打结活 是吧 这个打这个企业做活 但是黑旗呢 自身包括这一体 很多本身劫财 不 他他刚才断了 他刚才断了 我觉得还有点 还有救 这企业 为什么有救呢 断 谁有救 白旗 因为他断的话呢 你如果团 我可以先把这边搂过 你这个家就没用了 如果你先吃这个 我卡在这的话 中间就没事了 我先逼你表态 至少 你再拖手 我可以挖这个 就是 吃这样已经好多了 至少白的不会死 你说不冲 先断 先断 至少白的不会死 他不让白的黑的血 让白的黑的先表态 好得多 这样就算我挖 我打不死你 反正我中间至少安全 我把这个掐住 现在这个地方 被青鸣看被掐住之后 这一体 我感觉 真的白的怎么 现在好像黑的目光 不是 不仅仅是自己做活 对 黑棋可能不着急来 把体解 我看 不着急来做活了 我们来看实在 他每一步可以提 这已经昏了 这个鞋 对白棋来说 他为难之处是 你只能来吃黑棋 来争生父 你必须得打赢这个鞋 不 你已经没有空了 全部看 本来左边再怎么样 也是个四五十目的 现在只剩十几目了 现在 啥也没有 白棋是没有回头路的 白的 然后右边又死了四十目 已经完 白的就不用动脑子来 只能是拼命了 我们看看 我看看白棋找哪个结了 是这个尖 小尖 不 很明显 黑的就没觉得自己会死 他其实这些理论上 严格说都不是结 真会死 我接结吗 你冲回来 大家收购 就是说这时候黑的已经不是 小虎已经不是说在想的 活起了 已经想的就是 怎么样反杀你了 是的 对吧 任何一个机会都可以吗 这个界面 杀不杀你冲回去就好了 白棋太难了 不是感觉这一段已经 这一段已经输了 现在就断了 这一段已经没得完了感觉 这白棋 他只能轰了 他这个提就成连环节了 嗯 没有意义了 他只能把这个节削了 嗯 刚才应该是虎不行 嗯 应该是刚才他们都算过了 我们看实际 好 这一提 现在已经不是黑棋 自己做活了 就行了对杀 反攻到算了 对 我看黑棋 现在形成了一个对杀 黑的拐吃 对 这一打 白棋先提 其他二路加一下 然后再提回来 嗯 黑的再提回来 白的只能接吧 等一下 等一下 这个 这个不能被轰 只能接 这被打一下也是 我觉得真的 这个状态也不对了 黑的节就是气太长了 这时候应该已经不在了 这般气 嗯 请问我看 这一张一个滚包 只有三气 黑棋 还 黑的再怎么样 也不止三气 黑的也不用数 再这么长的气 再怎么样 那个粘完结之后 也不止三气 所以 他应该会提回来 我们看白的怎么着 白的应该是打一下 就唯一的一个结了 嗯 然后 提结 这个往死里整了 白棋铺 啊 这不往里送 就是往死里整了 这不 哎 这只能提 只能提 嗯 然后白的只能延气 因为只有三口气了 黑的就硬打 带响了 已经已经没揪了 那时候 对 只能万劫不硬 只能提 只能提 嗯 对 然后黑的呢 黑棋提下面 提 它只只能结结了 嗯 这边提一下 也吓啥 那结结不够了 去吗 这不用说了 结结它过了 肯定不够 肯定不够 这边全死了 嗯 就它只能硬 咬了牙架 其实已经输了 它应该是 这个挖完 挖的时候已经输了 是 就是 后面虽然很精彩 但是其实已经跟胜户无关了 现在 看起来 还在打结 实际上 对 双方应该都知道了 黑棋来说 这个状态就肯定不对了 只能说是 我们接下来看吧 只能说是这个决赛 呃 还在继续下 痛苦的 呃 李星辰 啊 看看他搬 搬完以后 他应该提结吧 啊 白棋提结 白棋提结 黑棋是 1819 这里冲 这冲就 必杀了嘛 就是 对 也是 他应该就刚才 呃 只能虎 应该是 但虎估计不行 嗯 虎的那个图不行 就是那个里面 气态井不行 就是估计 没有注意到里面 那个气井的问题 但距离怎么不行 说实话 我不是很清楚 给邱们说一下 因为战斗比较复杂 对 这个 但是呢 肯定是不行 因为他他挖 肯定是一个 自相矛盾的下方 其实刚才 从这个冲开始啊 这一串这个地方 计算量非常大 不 冲 说实话 我感觉他 这两个不是好切 就是就是说 在冲之前 就这一代 到底有没有 就接下来这一串 怎么样 最佳的下方 如果这边有拖 感觉他是 是没有进砂的 就是就走个打结砂 可以了 看看啊 现在是走哪里了 200 冲了 嗯 白旗冲这个 冲这个是个啥 这个时候 他他已经不能硬了 我给邱们这里摆一下 他主要硬的话 这个棋 对方可以提他截 他再下任何一部棋 下不了了 这时候 没什么截彩了 不是人家马上就叫杀了吧 如果你断了 我估计人家就直接 往里掐就行了 然后 就送吧 嗯 你只能接接 其实 对 然后我把这个拔了 你把它吃了 我脚是活的 嗯 那肯定不行 就半个棋盘都没办 已经提不了了 一个截就够了 他扑嘛 全部看 你拔两个不行 把两个这一提就不 对吧 嗯 这被中央被 直接全部 一炮给轰平了 所以他只能是冲了 冲这个 你不乱来了吗 对 对 不 这盘棋 说实话 非常可惜 我觉得就是 就是从棋的 说实话 内容上来看 那个 双方 完全是 李欣胜也不是 不落下风的 嗯 但这个 思路上的选择球嘛 就是 而且他很明显 他其实对杀这怪棋 并没有成算 杀棋的时候也并非他所愿 只是当时局势 局势所破 对 这个局势他没有办法了 不 他94是个分水岭 他如果真的准备杀棋 他应该早在94做一些交换 早在94做一些准备工作 那这时候已经是 看不懂了 这个棋 对 他这个 他棋的时候他断 断 嗯 小姑应该已经知道了 天然赛的挑战 被他收入狼中了 我不知道他们天然赛 这个 决赛是什么 决赛是从后天开始 三番棋 连续三天 那么紧张 对 现在比赛是很紧张 那对挑战者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嗯 挑战者先下两盘 对对身体啊 这个 这个 都是高强度的企业 对 这个天原头衔保持者是可以是以一代劳 呃 就可以肯定的是 稍微上一点年纪 我觉得基本上 现在这个赛制啊 我觉得就很难 但是这 我觉得也是两说 因为你一直下的话 这个手感也会火热一点 哦 不 手感 手感不能代替你的体能 啊 是吗 像小姑这样的可能撑得住啊 就是你要是 呃 三十多四十的啊 可能已经 这个赛制我估计 最后一定有混招了 但是 说实话能到这个阶段的 可能没有 没有这个年纪的了 好像是的啊 就是都是当打之类的企业 但是 确实这个赛制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原因啊 为什么 呃 现在赛制都是这样 对 那么紧密啊 还是说 呃 因为现在赛程不好排 因为比赛比较多 我知道就可能还是 呃 受去年的这个影响 多多少少 可能受到一些啊 对对对对对 呃 用我的印象中 以前的这个赛程还是比较 油润有余的 以前对 以前基本上是这个呃 这个叫挑战者决定赛之后 和这个决赛之间 会相隔 会隔上一两个月 一两个月 对对对 稍微缓口气 我们对 现在确实是这个这个现在的目前的情况 比赛能够如期的举办我觉得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但是从角度上来说对挑战者的这个压力更大一些啊 挑战者好像从这个赛程上来说 好像是是稍微吃点亏是吧 关键是球猫 球猫比较觉得好像 就是我在这个无中生有啊 就是这里关键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 首先你先下了两盘 嗯 下两盘之后呢 其实你的那个体力和那个身心都 还是相对会比较疲劳 大家会看到这种棋 虽然大家看得很过瘾 甚至最后那个大 大砍大砍 对吧 或者就算赢得酣畅 但是呢 大家要知道下棋的人一点都不觉得酣畅 我们在家给大家解说 我们我们对吧 很多棋我们都没有办法去详解 嗯 那下的人 你想刚才拼磁刀屠龙的时候 每一个变化他们都得去计算 对不对 非常的辛苦 我们刚才就说这个里面计算量非常大 我说我们好像刚才摆起来比较快是吧 不是也不快 主要是 我只能是推理 嗯 因为他下这步棋的时候肯定是觉得虎不行了 是 要没有道理下了一半又回头了 是 就是在具体 只能说那形状看起来确实好像不太像型的样子 那具体真的是不是一定不行 其实也是个未知数 对 我们没有完全的看清楚 但现在的话 应该双方都是在调整心情 而且 刚才说了那个 这个十个多年之后 李星成再次杀入到挑战者的这个 这个最后一轮 嗯 可能依然要隐恨 哈哈哈哈 所以围棋有真的就是这样的 秀门 很残酷啊 对过了很多年 我又我又回到了那个位置了 又向冠军发起冲击 然后有时候又是一个不好的结局 这时候其实已经 我现在白棋黑棋现在挖 没有解了呀 这个鞋 这个 已经全垮了 挖的时候白棋斑 白棋还在坚持 确实是 其实都不知道在坚持 首先说实话 嗯 你就算能接上 你其实这块都只有一个眼 这个是个眼 这个有 如果这边没眼的话 这是个假眼 如果就说我走外面走两个 没准你都死了 这个不可思议是吧 就是 我们要回忆一下 刚才那个情景是不是 那个白棋的 壮观的那个铁壁 白棋的大模样 黑棋一直在这个作活 对 鼓鼓支撑嘛 但是这个经过这 一系列这魔幻的这个操作之后 现在白棋变成了一个 需要 需要作活了 所以关键是 所以说这个时候 还是不能 像这种关键的时候 真的 桑海桑田 不能比 那个 就是凭感觉 还是 计算是王道 对不起 其实现在 应该都 现在到目前为止 应该 彭建老师现在实际上 从胜负角度来说 是不是已经没什么悬念 我觉得他挖完就没有胜负了 因为那个棋状态不对了 因为打完这个截 很明显不可能打了一个黑棋的 而且呢 他主要这一下没团 人家可以把这一下拱了 明显天上一提就全出事了 我觉得真的非常的 对他 刚才来看这个 如果挡先手的话 确实这个气肯定不够了 这个脚 那个 应该也是不够的 所以说 这个时候 但是呢 他还得坚持 还得坚持 这个这么重要的比赛 是吧 我关心他心态也接受不了 这个我时隔多年 又跑到这来 然后又在接轮倒下 提 白棋打 打吃 可以说能理解 黑的 黑的现在应该已经不会了 对啊 黑棋 说实话 下什么都行 黑棋也没必要吃白棋 黑棋你看就很冷静 单瞻了一手 不是 因为其实这立下来 这块也比较死的活的 其实严格的来说 立完挤完 如果一路搬 其实也不一定一定活就快 关键是你接上的话 就中间感觉 你基本上要死 就你现在接上也不活 如果被白棋 把这个姐打赢了 被黑棋打赢的话 那就不用说了 打赢就不用聊了 所以 真的是风云突变了 但这盘棋也是让秋末 再次看到了 小姑的 这个恐怖的战斗 对 关键是他的 在做活的时候 他还不忘的破对方眼 所以这个恶霸 真的是名目虚传 他还不忘破眼 伺机图你 这盘棋真的是 我觉得也是 肯定能让大家印象 非常深刻的一支棋 反屠龙 而且这个龙 如果真屠成的话 这个也是太壮观了 是吧 当背景版的比较难过 应该是屠龙成功了 这个棋 说实话 也看不到 他只能先接了 他不接 以为打不动 接住了 这随便扔一个 这咋活呀 这个现在 我觉得我下 说实话 老同志下 可能就死了 要见证这个历史时刻了 这么大一条龙 因为你这里是吊着的 白棋这个也真的是 人家说棋长一尺 这个肯定是有一尺了 但是确实是 这个有点惨 有点惨 只有一只眼 这盘棋 我觉得 说实话 从内容上来看 虽然说李清晨昨天 殊胜了柯杰 但是这个确实 他离这个最最的这种 最高峰 我觉得他还得需要 自己一点努力 因为今天很明显的话 策略有误 就是明显的中间 我觉得策略上不清晰 有两个机会 其实交给了他 然后包括最后 可能举土刀的时候 稍微慢点 对吧 你毕竟对面 对面不是吃素的 你举个土刀 那个刀 举得稍慢点 再吻一吻 至少他断的话 至少我们不说 他这盘棋赢 他不会崩溃 他至少不会说自己死 对 最多就是打结黑的火 他两手棋 他其实正常 把这个右边也能走 这盘棋 棋盘棋到最后 把白棋自己被反杀 或者他实在是有点 我觉得就是 真的是很难想象 他有时候 还很明显 就太年轻 就是火气太大 你知道吧 就是 还是那种 就是不服 别人一拱火 就忍不住了 哎呀 这个现在白棋 苦苦求活 已经没有机会了 已经很难了 他沾就是劝退了 其实人家就是 人家就是让你 在下一手捏死 对吧 其实人家沾不沾 也也无所谓的 但这个局 局是有点尴尬 对 没想到啊 就是我也没想到 我还以为是一个 呃 转杀你右下 其实右下还是死的 现在白棋 是不是也没有 都看不到路了 没有什么路 对 没什么路可走 都都有什么路吗 这都是眼 关心你把他撞石的 这力就还是死的 这块还是死的 所以 只能说是有遗憾了 我觉得 时隔多年再次的 遗憾 对 冲击天元 再次失利 再次失利 这里邱门 也可以看到 其实想拿个头衔 很难 邱门 真的 看看这个次序 他是走这个 他只要注意一下吧 他不 他是吃这里 稍微注意一下 吃这个 他也是很 走得很稳健 然后在这 对 他只要别 别接受 别打手就行了 对 这时候 白鸡沾 黑鸡冲 这是最后一手 这是最后一手 对 这一冲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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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龙真的是不小 这得有四五十个字 这个 这个死法有点怪异 邱门 或者说死法有点惨 我给大家看一下 他就为什么这时候 头子认负了 他不是 不是说 这个地方不能断黑鸡 邱门 他是可以断开黑鸡的 就是如果继续下的话 黑鸡 得接 然后白鸡再吃一小 黑鸡 然后白鸡 得接回来 然后这个时候 很尴尬的 一个事情 这个鸡 他居然大龙气不够 虽然很长 但是没什么气 你虽然鼻子很长 但是我们看到拐到这个的时候 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形状 一二三 四 只有四气 只有四气 然后黑鸡的话呢 非常清晰 你一是这一口气 我不可能去接的 对吧 这是一口气 然后二三 四 五 也就是说 我刚好快点 就算不打这个结 也快一气 对 我刚好快点一气 那结就不算了 算一气了 所以说最后的 如果继续下去 应该是一个 五对四 就快一气 只快一气 一个愤死的局势 就完全 只是差了一点点 但这半期我觉得 小姑赢下还是 比较有说服力的 虽然说前面 双方不知道谁好 但是中间的处理 很明显 顾子豪显得更加的成熟 老练 对 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 我们现在还有一点时间 快骑冠军 对 现在还有一点时间 是不是 彭老师 我们在这一代 还是回顾一下了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 我们先宣布一下 先宣布一下 对 这半期是下到237手 这一冲的时候 对 由于李青春已经看到 接下来这条路 是以快一 慢一气的结局分死 所以说呢 也是就不忍再 把这个子落下去了 就投子认负 最终的话呢 也是实业冠军 孤子豪拿到了 天元的第三十五届 天元赛的挑战权 刚才也就是说 他将在后天 跟现任的天元 杨立新进行一个 三番棋的 大战 就是三局两胜 谁先拿两分 谁就是一个 第三十五届 新的一个天元 是的 那么我们也说了 刚才其实这个棋 你看这盘棋 也是非常的惨烈 惨烈 非常惨烈 那么 我们再回顾一下 刚才这代 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 对 还有一点点时间 就替这个李清成 想想办法 回顾一下 白棋现在 有没有什么机会呢 我觉得他94枚下到 也要背锅 就是他没有想明白 这个棋 迟早要是一场 心风血雨 94就是这一步靠 他应该先去做一个 先靠 对 这是一个关键点 第二个的话呢 为什么刚才 我给大家看一下 为什么一定要强调 这个段 把这个棋 回到这个位置 给大家看一下 强调这个段是有道理的 当时 当时是一个 这个样子的棋 反正右边已经死光了 就是谁说黑的白的 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暂时是没有回头路的 然后中央的话呢 我们会看到 当时其实很明显 这个地方 气是有点紧的 这地方有个提 所以说从事后来看呢 就这个局势 当时是这样的 对 当时是这样的 为什么我说 这个很关键呢 他要断的原因 就这样 他首先他断了之后 其实我们会看到呢 对 他这时候已经没有 黑旗下133 他也没有机会了嘛 这里我 为什么说要强调这个段 其实我们看 为什么这个段 我觉得 相对说会比较重要 就是他首先呢 这时候黑的得表态 因为你不能够走这边 你走这边的话呢 我根本就不需要 这边破你的眼 我可以从这里打过去 我再一个楼吃 我恰住你 这样的话 你这个脚就不存在问题了 我都通了 我就不存在说什么 你刚才气不够的这个事 刚才我们就说 这个地方要破眼的话 有一般是吧 很单 确实刚刚很难 如果看天上闭住 全是先手的情况下 应该加完 白的要被反伤了 白的明显已没有气了 这个脚 肯定是 基本上 因为这全是先手嘛 对 一口气都没有 这同样是破眼 这个破法呢 就是比较厚实 所以说他断在这 问题是球门会看到呢 所以说这个时候 黑的并不能在这里 马上做选择 他得 如果他选这个吃的话呢 同样选这个吃的话 他这个就淘汰多了 球门 大家可以看到 他可以把这个上面 这个卡住 这个太重要了 卡住完之后呢 他就再下 他这个就OK了嘛 还跟实际一样 因为你拖不到几下 刚才拖OK 直接不走 就这时候呢 实际上这个进行 我们会看到 至少这盘棋 黑的白的不会崩溃 因为他插在中间 这个体就没有用了嘛 对 对吧 后来是中间 这是味道巨恶 这样虽然我们肯定是 黑的最终 也可以通过打结 一些本身结能活起 但是呢 至少比如说 白的刺这个的时候 黑的肯定要不了了 那黑的白的大龙 也能顺利的活出 那白棋余地大很多 至少这盘棋还能下 对 右边白的肯定能活 因为毕竟你是个打结活 是 所以说他在这一瞬间 他没有走到这下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太可惜了 就是他 他没有断这下 就是后来再断 断不到了 不是他 这个这样是人家选了 他断也没用了 这些 他自己度不过嘛 等于这两个永远是黑的选 他本来是可以强行 把这个眼给破掉的 就是 让 就是 让黑的马上得选 对 这个会好得多 我觉得断会好得多 这个鞋 至少这盘棋如果黑的吃 那这个结就比较清晰了 就是一个两个子的结 那你有打嘛 反正打不死 黑的至少自己不会死 对 结果看到 这一段 把它拔起两个子来 至少黑的白的都是安全 白的外面还有两种 结 这个段看来是个关键的处 就是但我不知道这里 之前有没有说净杀的可能性 就是感觉是不能啊 因为这个其实不是点不死 就给大家看看 不是点不点的问题 他主要是点完之后 他自己的味道太饿了 他这边 因为其我们看到这里 其实黑的闭住之后 白的都往里砍了 这个中央的味道太饿了 这个接先手的话 这边已经打爆了 黑的白的 所以说他主要是中央有点缺陷 他这里有个段 这里有个段 对 所以说如果单从这个棋来说 应该是能强行把它杀死 但是呢 他杀不了 他最后这个两个 应该已经是最好的图了 如果只能用冲了提的话 这个李星成之前先靠了顶 应该是不好起 就是就证明实力还是很强的 是 杀力还很强 但是我觉得这个决定错了 蛮可惜的 他没有去给自己有一条深路 他只是本能的觉得冲是一样的 这个说实话 这个要完全下队 其实在实战当中也比较困难 我觉得他主要是不是对错的问题 他这般其实有两个点 这步其实实在太尴尬了 他这步其实下到最后 这个碰靠也是等于没有用的 对 他应该早年去靠一下 既然已经准备 就没必要把这个局势下得这么的紧迫 是吧 早早的先靠一下 早要靠一下不管黑的怎么选 他这边都有点便宜 可能而且黑的大概率 我觉得可能会把它收进去 收进去之后 那他这全线肉 情况这边白黑的都救不出来了 对 他只好在攻击的时候有底气的多 是是是 对吧 他他等到人家拐 他再想起去靠 那人家肯定不理他了嘛 这盘棋 这不管是对手是斑也好 还是这个这个斑断也好 这样子白棋都有这个 总点借用 更多的一些借用 他等到火烧没貌 你再去靠 人家肯定继续脱鞋了 人家是反反要了他的 要了他的这个 对吧 这个死活 这部党我觉得 顾子豪也是很强的 就是在这个当时局势 这个死活 还没有很明确的情况下 说实话 这就是性格 我估计他当时补活应该是蛮细气 这一串应该黑白的也绝对不会便宜 我们看到 对吧 肉眼可见 左边全部被打穿了 虽然也把黑的穿 但是黑的肯定至少也还能下 但是呢 那这部133就体现了我觉得一个棋手的风 就是这种 还是很有底气的 所以说你跟一个杀手下棋 跟一个这种立战家下棋 还是真的就是 我觉得尽量的 不要把棋下的就大规模的去 去做死活 就是你在选择的时候 可以有所 这个稍微有些变通 是吧 我们整点什么 不要硬碰硬 我们不要硬刚 不要不服 就整点以柔克刚挺好的 这个其实真的挺香的 你不整点以柔克刚 对吧 你像这种惨痛的回忆 没有意义 惨痛的回忆 你终于认清了 你的对面这个对手有实力 问题是你这节天元赛也结束了 是的 不用一个惨痛的被屠龙 对不对 何必呢 就是你 这个我相信这盘棋 对这个李清成来说 应该是记忆非常会深刻的 为什么不 前面稍微的迂回一下 就是你 你不要给他这个空间 不要给他那么多后事 给他扭刷在一起的这个机会 就完全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没错 对吧 如果你都要去硬刚 对吧 所以那这个难度是很大的 这盘棋 所以从这盘棋来看 虽然实力双方伯仲之间 但是从大赛的这种经验 和老道程度来说 我们的青仔 还是得稍微的再加压油了 对 我觉得他青仔 应该自己再好好想一想 反思一下 反思一下 怎么样 这个技术无关 跟他的技术无关 下得更加的游刃有余一些 对 就是不能是凭自己的义气 那个冲动 对吧 别人一上就忍不住了 就直接就跟别人刚致命 这个对吧 很明显 虽然说昨天状态 其实很爆棚 速胜了科捷 但是 其实中国奇谈就是这样的 你速胜完科捷之后 你会发现没啥 后面还有一大票 人都不好对付 不过反过来说 这盘棋 孤子豪确实是下得非常好 是吧 就他把他的就是整个的特长 他的优势完全淋漓 攻击 对 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了 特别是在中探以后期 我们会看到 可以说是就文准很 对 包括这个跳 还有这个这个挡 这两步棋 我觉得 这不是要他胆破 我觉得这部说实话 我相信他已经独秒了 李星成肯定估计还有点时间 但是小谷肯定是独秒了 这部就是纯胆破了 我不相信他能算清 这个地方是火的 他肯定是一眼看上去 应该不会尽死 应该不会尽死 不会尽死 他就先 先 先拿掉一块再说 先舒服了再说 反正 那个 万一你杀错了 因为他肯定只感 感觉不会死 确实这个 从事后来看 这个中间白的气太紧了 应该 应该杀不死 对 但是呢 在这个攻杀过程中 黑棋确实也 下得滴水不漏 对 真的是滴水不漏 我们刚才分析了半天 基本上就是白棋最好的是断 断的话可能是一个打结活 但说实话 断感觉当时的角度 白棋是有点不能接受 因为打这个结 肯定黑的能打赢 你就说这个大龙是放 断其实是一种放生的下法 放生了慢慢下的下法 就是说 从肉眼来看 冲黑的这个地方 就是没有两个眼 如果不计算 这些厚薄的关系的话 是很想冲 对 所以这个不能事后 诸葛莱昂 对吧 毕竟 其实我们只有那短暂的 一点时间可以做决定 不像我们这个 那个看看不行 对吧 可以换一招 我们再把它 推了 我们再换一招 对吧 就是他们 确实那么短时间 做这个决定 我觉得确实很困难 不管怎么说 这盘棋 在这个挑战者决定战当中 我觉得也是 绝对是属于一盘 非常精彩的对决 特别是最后的那个结局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正好摆到这里 大家看看 白棋全分死 我简直 我觉得围棋实在太神奇了 不可想象 真的是 不可思议 真的是全分死 只有围棋太奇妙 当然最后 我觉得也是恭喜小谷 获得了他这个 第一次获得了 天元战的挑战权 你希望后天 后天 他将和这个 在位天元杨领星 展开三番七的争夺 对 希望后天他们下出 精彩的 在这么优美的这个同理 江苏同理古镇 下出这个非常精彩的棋局 好的 那么后天 我们也会继续在这里 跟您这个直播 介绍田元赛的 决赛的情况 希望到时候继续收看 那么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感谢彭强老师 做客演播师 和我们带来了精彩的点评 那么各位奇友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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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